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去看音乐节 最喜欢音乐节的女嘉宾 13号 你好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您是参加什么音乐节 什么类型的音乐节 我比较喜欢乐队一点 然后看乐队的会比较多 我自己喜欢硬摇滚 然后朋克多一点 好 朋克是一个男人的保鲜机 那你呢 我可能参加的电子音乐音乐节 会更多一点 今年 明白 绿水这边也有一个 中间 你也经常去看 我逮到这个机会 就得介绍一下我们单位这个 还有谁喜欢音乐节的 2号 男嘉宾您好 我可能参加的音乐节不是很多 我们可能平时看演唱会比较多一点 之前有在杭州看过薛士谦老师的演唱会 然后我感觉就是演唱会的氛围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觉得那种也蛮好的 对 其实我没有看过演唱会 我看的都是音乐节和Live House多一点 就是你以后会去结束 会的 好 谢谢 很期待 10月份在南京有一场演唱会 也是非常轰动 热搜上面好多条 刀狼在南京的演唱会 刀狼 我以为台下的观众都是我这岁数的 结果台下年轻人很多 当然也有中年人 场内场外 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有一些歌 在年轻人当中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反响 这个非常出乎我预料 因为其实我们从小也是听刀狼长大的 我也是 22号 男嘉宾您好 就是我一直特别想去参加音乐节 但一直就是没有机会 就是因为也没有搭自己一起去 然后就是我看到他们音乐节 每次都会玩得很嗨 就是浑身湿透 而且还可以减肥的那种 就是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 可以 音乐节最重要的就是大字吗